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我是熊猫弟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你干嘛 你怎么会想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我是熊猫弟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咱们的烟雾蛋续集就给大家安排上 而且今天请来了一个 你们思念已久的老朋友 攻击人熊猫弟 我回来了 今天我们制作的烟雾蛋 同样是需要用到乒乓球 这次我买了200个 一边100个 然后蛋壳 这次我们用这个一拉罐来代替 这样不仅密封性更好 而且外观也更好看 那做出来的烟雾蛋真的能冒烟吗 那当然能冒烟了 我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制作方法吧 就是将这200个乒乓球全部剪成碎片 装入一拉罐 然后再将其点燃 罐子里面就会持续冒出熊熊浓烟 堪比真正的烟雾蛋 听起来挺简单的 要不全程让我来做吧 还有这种好事 好 现在你开始吧 第一步你知道要干什么吗 不知道 第一步打开一拉罐 第二步 把可乐喝光 那接下来就是像这样 把这个乒乓球全部剪成碎片 你感觉这200个你要剪多久 半小时吧 我上次剪了100个剪了半天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剪的 我会帮你的 让你对我真好 你想多了 让你一个人剪的话 视频今天就拍不完了 经过我们兄弟俩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所以我们剪了将近120个乒乓球 然后还剩下这么多没有剪 因为我感觉是120个碎片 已经足够装在这一个一拉罐里面了 我们先装进去试一下 已经快满了 基本上差不多 这里面一定要把它塞到最满的状态 不能让它里面有太大的间隙 好的这样差不多可以了 接下来咱们取一个手持烟花 从中间把它掰开 这里面是有一些火药的 咱们把它当成一个隐性 把它插进去 接下来用这个热绒胶枪把洞口封住 好可以了 留一个非常小的孔让它冒烟就可以了 看起来是不是比之前那个锡纸包裹的好看多了 我相信它的效果也比那个要好很多 那么安全还是不容忽视的 再郑重的提醒一句 请勿模仿 好 好吧咱们的这个烟雾弹总算是成功了 很险啊一开始竟然又冒火了 我感觉它一开始冒火的原因是这个上层的乒乓球碎片 它的密度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个罐子的上部它的空气比较多 然后就产生了燃烧并没有冒烟 然后随着燃烧的聚气向下 空气不够了咱们的烟雾就产生了 哇这个烟雾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但同时危险性也相当的高 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模仿 好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奇思妙想或者有趣好玩的东西 欢迎提供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